本节目由华星娱乐VPVA设赞助播出 还没打开电灯 我的鼻子就已经闻到三流旅馆那种特有的美味 房间里的景象果然如我预测 惨不忍睹 我把行李丢到破旧床单上 接着打开过时的印象馆电视 然后床头柜上的电话突然响 把我吓了一跳 已经是午夜了 这种时候会是谁打电话来我房间 喂 你好 先生您好 请问先生有需要客房服务 也太快了吧 我才刚入座耶 目前还不用哦 好的 我知道了 感谢您 没多久 电话没有响 先生您好 首先跟你做确定 您所预约的服务时间是四点 请问没错吧 服务 什么服务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的服务人员 会在四点准备打您的方便 等一下 我没有要求什么服务啊 而且半夜四点要服务什么 喂 喂 我回拨电话过去 不过没有人接 唉 气死我了 要赶快下去跟柜台问个清楚才行 来到一楼 我叫醒在柜台睡觉的阿伯 哎哟 少年了 冲啥 哦 你要房间啊 没有 我已经入住了 只是有问题要跟你说一下 我都已经说我不要其他服务了 你们小姐还一直打来 她真的有那么缺业绩吗 小姐 现在就是我一个人上班呢 什么小姐 我把刚刚在房间里接到一位小姐的电话 以及四点要来服务的事情跟阿伯说 夭壽哦 怎么让你住在家呢 会出事呢 诶 大哥 你要说清楚啊 我那房间到底怎么了 诶 没啦 没什么啦 时间还不够啦 不然我帮你外房间就好了 你去楼上的东西 四点准备过 不然会出事啦 诶 诶 不是啊 你别问了啦 来来来 你这次住的钱 我给你算小的 要记得啊 起来 东西小小的快拔过 好 本来我不怎么在意的 但还被这样一再警告 也让我心急了起来 我马上把衣服跟心理整理好 换到新房间 格局跟摆设都一模一样 甚至连臭美味也是 如果那个女的不是饭店的人 那会是谁 思考这种问题让我感到头痛 于是我决定上床睡觉 当我在醒来时 我就知道现在已经深夜四点了 那位小姐所说的话 已经变成了我的心理闹钟 我从床上坐起来 看着房门 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去看看 我本来入住的那间房间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我向房门打开一些缝隙 空荡的走廊像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 从我这边的角度 我可以看到我本来入住的房间 不过门口外面 并没有清理房间的推车 也没有特别服务的小姐站在门口 走廊上半个人也没有 我再确认了一下时间 已经超过四点零五分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所以 只是我自己在吓自己吗 我的心理警报正在解除 趁准备完全放松的时候 一个尖锐的声音 在我原本的房间门口响起 甚至在走廊上出现了回音 那是高跟鞋踩在地上的声音 然后很快 第二声 第三声 高跟鞋的声音越来越急促 一些越来越大声 几乎距离我只剩几公尺了 我马上将门关上 必须去遇到那边 门外的声音这时停止了 我感觉到我自己心脏狂跳 刚刚在走廊上 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可能要闯入我房间 好像我反应够快 我试着舒缓情绪并拿起话筒 阿伯 阿伯 你们的房间是不是有出过什么事啊 你是刚才那些年轻人啊 怎样 发现什么事 我把刚刚的事情 如实告诉阿伯 年轻人那样好奇要做什么 你就在房间好啊睡得好啊 没有事情出去到老人 你刚好啊 你知道你多房间啊 当然也要过 等一下 他是谁啊 阿伯说 这间饭店以前 也有帮单身的男性女客 提供俏小姐的服务 当时有一位小姐在服务的过程中 被男女客杀害 凶手到现在还没找到 之后那间房间就常传出怪事 有许多单身的男女客 都反应接到奇怪的电话 或是在睡梦中被人掐住脖子 那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可以当安诺啊 你当作我自己的眼睛啊 反正啊 天呐 你也没事情啊 快睡 快睡 现在谁还睡得着了 我只好打开电视 阿伯在电视的声音陪伴下 一边玩手机熬到天亮 但此刻 在光滑的音箱管电视萤幕上 反射出一个事实 原来 我刚刚关门的速度还是慢了一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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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